我们现在看到这套房子也是一套低税率 在Richmond这个社区的一套房子的税率是2.5的税率 学区不是很好,但是养房成本很低 有新房,报价也不是很高 大概在30万左右以上的价格各种负行都有 分了几种宽具的房子 有小一点的45尺,也有大一点的60尺的房子 有湖景,有社区活动中心 与中国全体就是差不多 20分钟以内就能到 然后小学和中学都在这个社区里面 其实是一个条件很不错的房子 并且价位是非常可惜的 那如果您对这样的房子感兴趣就请看下去吧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套呢 是一套地税非常低,2.57税率 临近亚马逊非常大的仓库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区域叫Richmond 这个地方的价格非常的好 50尺宽具的房子期间价格 328,900美金 4个卧室 3个半洗手间 2车库 然后这个位置呢 旅注过程也挺近的 我之前也介绍过这个社区的另外的一些户型 那这个户型呢不是高挑厅 但是它的结构性还是不错的 每个房间的面积还算是比较合理 然后也比较方正的户型 如果你对低地税的这个新房感兴趣 那这个社区是很不错的选择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样文件 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感觉 它是一进门是这样子的 它是个两层的楼梯是藏在旁边的 楼梯是不冲门的 然后呢左手边先这样一个套间 洗手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卧室 因为这个总体的面积不是很大 所以明显感觉出这个房间小一点 这边是 dining room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是通道厨房的 这儿的这个门呢是通道车库的 那它的楼梯是在这个旁边的 藏在里面 所以楼梯不出门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就是它的厨房和客厅 这边是厨房的pantry 这边是进这个dining room的地方 这边是洗衣房 往这边走 是一个早餐厅 再往里走就是主卧了 主卧一般都很大 因为主卧是最重要的一个房间嘛 再往里走呢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是只有大的walking式的淋浴间 但是它是没有浴缸的 不过您可以加浴缸和淋浴间都要 两个洗手台 里面是一个衣帽间 然后这个门就是马桶间 我们现在就去二楼看看 这边是一个game room 然后我们这边走另外的两个卧室 其中这边这个卧室比较小 但是你看它是有洗手间的 这边是一个套件 然后旁边是衣帽间 隔壁的这个卧室呢稍微大一些 然后它这边呢是一个洗手台 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 这边是另外一个洗手台 我们就到了隔壁的卧室 这边出来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game room 这个活动室旁边是一个media room 放映厅 放映厅够大的 比卧室还大 刚才我们是从这边进去的 从这边出来的 因为中间共用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有卧室 这边两个卧室 这边放映厅 二楼就这样一个构造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社区的位置是什么样子吧 现在先从大地图上看一下 在Souston的大地图上 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看的房子位置在这里 它离West Park高速公路比较近 然后这边就是中国城 所以它离中国城的直线距离 也就是20分钟或十几分钟不到 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能到 然后这一大片都是Richmond的区域 然后往上走这边是南Kitty 我们经常介绍的 再往上是Cypress 然后再往下这边是Shuggler 我们介绍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这里 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 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比如它到中国城的距离 到中国城的距离 17分钟到Uptown25分钟左右 到医学中心的距离是30分钟左右 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样子 如果您觉得学区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位置和价格 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这边是你 嗯